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造船工作 香港南华早报时日刊文报道 报道称 美国海岸警卫队还将在太平洋地区建立部署 而这在过去几十年都没有尝试过 据美国海岸警卫队副指挥官费根的说法 此举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该地区非法 未报告和武管制捕捞活动的执法力度 并打击不良行为者 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表示其冷战思维突出 军事对抗色彩浓厚 违背了地区合作中的互利供应精神 不符合地区国家求和平 粗稳定谋发展的民心所向 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发展前景 理应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